同学们好 这几个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余数问题 这个余数问题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可实用的这个性质 第一个就是可加性 第二个可减性可乘性 至于什么是可加性可减性可乘性 我们一个个看 可加性的意思就是说 两个数相加除以某个数的余数是等于 他们两个数单独除这个数的余数相加 你比如说这个A和B对吧 A和B 然后除以一个K 对吧 比如说除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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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对吧 如果说A除以C的余数呢 我们假设它是X B除以C的余数呢 我们假设是Y 那A加B除以C的余数就是X加上Y 这能不能理解 就是说单独A除以C 它的余数是X B除以C呢 它的余数是Y 那么A加B A扩起来除以C 它的余数是X加Y 这个能不能理解 这个先同学们有这样一个概念就行了 一会儿我会在这里来证明这个 可减性一样的A B B C A单独除以C的余数是X B除以C的余数呢 又是Y 那A减B来除以这个C的余数呢 是X减Y 这个一个这样一个宏观的理解能理解了 对吧 A除以C啊 余数是X B除以C啊 余数是Y 那A减B扩起来除以C的余数 就是它减它 这个叫做可减性 上面叫可加性 那可乘性呢 一样的道理 同学们 可乘性就是A B C A除以B的A除以C的余数是X B除以C的B除以C的余数是Y 那A乘以B除以C的余数呢 就是X来乘以5 这个叫做可乘性 可加可减可乘 在实际的立体里头我们运用非常重要 非常方便 用这个性质的话解题非常快 对吧 然后我们来证明这三个这个结论 那么看一下 证明可加可减 A B C A呢除以C呢余数是X 我假设这个A啊 A除以C的话 那是等于K余数可以吧 对吧 那 那这个能推导出什么 然后B除以C啊 它也等于K余数呢是Y 那这个能推导什么 这个A除以C余数是K 这个这个商是K余数是X 那A是等于KC加X 对吧 所以A就等于KC加X 那这个呢 KC加Y吧 B就等于KC加Y 对吧 简不简单 那可加性 那我A加B来除以C呗 可加性 先证明可加性啊 可加性 那我把可加性先证明出来 好吧 可加性 可加性 那A加B A加B等于啥 A加B等于KC KC KC KC加KC 加X加Y 那你说A加B来除以C的话 余数是啥 这个C C就在这 它是C的倍数 它也是C的倍数 那A加B除以C的话 这个就 这个能整除这部分 对吧 这部分就是变成余数了 所以余数就变成X加Y 这是为什么A加B 扩起来除以C的余数就是X加Y 你看这剩下X加Y X加Y除以C X加Y除以C 那余数不就是X加Y吗 那可减性 A-B 那我们看一下 它减它 KC抵消了 对吧 这个K的话 这样 这个K我们 这个也不 A除以C 不一定它俩 伤势一样 我们把这个变成K1 这个变成K2 可以吧 这是K1 这个K2 这个不能抵消 朋友们 K1 C加X K1 C加X K2 C加Y 可以吧 K1 K2 你K1 C也是C的倍数 K2 C也是C的倍数 所以A加B 去除以这个C的话 它俩就是C的能被C整除 它俩就变成伤了 对吧 所以这个可加性证明出来 那么可减性 那K1 C K1 K1 减K2 C 对吧 加上X 减Y 那你在看A A减B 除以C的时候 A减B 去除以C 这一部分是不能被C整除 那这一部分就变成伤了 这一部分没办法整除 所以它的余数就变成X减Y了 所以这个就证明了可减性 伤 A减B 去除以C 伤就变成了这个X减Y 你看这一部分就除以C 它是K1C的 这是K2C的 它俩是能被C整除的 它俩除以C就等于K1减K2 对吧 K1减K2 K1减K2是一个整数的 所以这一块能被C整除 这一块就变成伤了X减Y 那可乘性 可乘性 A乘以B看的是啥 A乘以B用这个乘法的这个分配率啊 它乘以它 那就是K1C加上X乘以这个K2C加上Y 那就等于它来乘以它了 K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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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C的平方 对吧 再加上它来乘以它 K1CY加上它乘以它 K2CX K乘以它 K4乘以Y 那我们观察它除以C的时候 也就是它除以C 它除以C 它俩乘起来除以C 你看这个是不是C的倍数啊 K1K2C的平方 是不是C的倍数 这个K1K1YC 也是C的倍数 这个呢也是C的倍数 那也就是这一块呢 是不是能被C整出的 那剩下剩下来一个XY 没办法被C整出 那余数就变成XY了 所以啊 这个余数啊 余数的问题 它俩相乘的余数就等于 X乘以Y 对吧 A单独除以C的余数是X B单独除以C余数是Y 那A乘以B的余数就等于X乘以Y X乘以Y 加的时候就是余数向加 减的时候余数向减 乘的时候余数向成 这个证明过程应该很简单 同学们应该能看得懂 对吧 好 那我们再看这道题 这道题 这道题很多同学拿到这个题啊 他说这个 他俩相乘被7除的余数 被7除就相当于他来除以7啊 这个同学们要理解 他来除以7的余数 那同学们哎呀 如果列数式算一下 一列完大概有个六七位数 再除以7 除的时候又容易除错 成的时候又容易重错 所以两个错误揉到一起 那就更容易错了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说你知道了同余的 不是这个 可乘性 对吧 余数可乘性的这个性质 那我把单独把这个数 除以7的余数算出来 再把这个数的除以7的余数算出来 它俩余数相乘 余数相乘不就是整个除以7的余数吗 刚才这个可乘性 对吧 刚证明完 哎 正好 现学现用 那61427除以7 我们看一下 61427除以7的余数 看是多少啊 那就把他的他除以7的余数算出来 他除以7的余数算出来 这俩余数相乘 就是整个除以7的余数啊 不啰嗦了 7 7856 54 7 749 52 7749 37 5735 35 5735 余数是2 哎 也就是他来除以7啊 余数是2 对吧 那就看19除以7 19除以7啊 2714 哎 余数是5 也就是他的 他除以7的余数是2 他除以7的余数是5 那我们把2乘以5 那是不是就等于10啊 同学们 很多同学说 哎 那这个10就是他除以7的余数 余数是10 但是同学们不要忘记了 这个余数是不可能大于这个倍储数的 对吧 你这个10啊 是比7大的 余数不能大于储数 你这余数比储数还大呢 怎么可能呢 所以这个10啊 要再被7除一下子 那10再去除以7 173 所以啊 这个要多一步啊 这个其实答案就是3 所以这个余数就是3 对吧 你想想啊 这个一个数 一个数来除以这个除数 这是商 这个是余数 刚才我们算出来这个余数是2乘以5等于10 对吧 那余数是10的话 你这个除数是7 你余数比除数还要大 你是不是还得往下除一下子啊 再多走一步啊 余数比它大不可能啊 所以啊 这个数10跟7 10再除以7 除一下 上一个17 余数是3 所以啊 这个10啊 再再走一步 对吧 答案就是3了 因为你余数不能比它大呀 你这样算出来是余数的10 相对于再走一步 他们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是要多走一步 这个10再除以7 余数就是3了 所以这个提的余 这个余数答案就是3 好 那再看第三题 第三题 他说19乘以1 加19乘以2 加19乘以3 加19乘以2020 被19除的话余数是多少 这个很多同学拿到这些 这个是不是数列啊 那我们把19提出来 用乘法的这个结合率 那括号里头就是 那就是是不是19乘以括号1 加2 加3 加 加2020 然后再把这个去求和啊 求完了之后再跟它相乘 乘完了之后 再再就除 那太麻烦了 你这个你看呀 你用这个加法可加性 余数 余数性质可加性 对吧 这个数来除以c a除以c的余数是x b除以c的余数是y 那他俩相加 除以这个 他俩相加 对吧 他俩相加除以c的余数 就等于x加y 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除以19的余数 加上这个除以19的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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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套相加 那整套的余数相加不就等于整体除以19的余数吗 那我们看他 他除以19的余数是不是零啊 他是能被19整除的呀 19乘1能被19整除 这个呢 除以19的余数也是零 这个呢 除以19余数也是零 中间都是零了 你看最后他都有19呀 他每个里头都有一个19 所以每一个都是19的倍数 所以每一个除以19的余数都是零 那000加加零 那余数是不是零啊 同学们 对吧 你看这一题我变化一下 那如果说我变成这个 3加上19乘以1 加上19乘以2 加19乘以3 3加19乘以2020 我们要求他除以19的余数 同学们 求余数 怎么办 一样的呀 同余啊 可加性 同学们 可加性 他除以19的余数呢 是零 他除以19的余数也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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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零 加零 加零 那3除以19的余数是多少 是不是3呀 所以3加零 加零 余数相加 整体除以19的余数 就等于每一个 单独除以19的余数相加 对吧 他除以19的余数是零 那是不是就是3呀 对吧 他除以19的余数是三呀 其他都是零 所以用这个可加性 他加他除以他的这个余数 那就等于他俩余数相加 对吧 x加y x加y 对吧 这个叫可加性 余数的可加性 那么再看这道题 这道题 哎 这个好像又有乘又有减又有加了 那么再很多 那我这个也去计算一下 那太麻烦了 你知道这个题 我们再看一下 他说除以被7除 那就是说用这个 这一块来除以7 看余数是多少 那么看一下 利用他的可减性 他减他除以他 他减他除以他 是不是就他除以他的余数 减去他除以他的余数 也就是这一块除以7的余数 减去这一块除以7的余数 你看这块除以7的余数 是不是0 它是能被7整除 14除以7等于2 它能被7整除的 它是不是0 那它也有14 14除以7等于2 它也是0 那0减0就是0 这一组是不是就是0了 这一组都有14 同学们14除以7等于2 这一组也是0 这个也是0 这也有14 那也是0减0 中间一次加号就加起来 再加加加加加加加的最后 14乘以2除以7 是不是也是0 他除以他的余数 是不是也是0 他除以他的余数 这14也能被气整出 所以也是0 0 0全是0 那就等于0加0加 也就是这一块是能被气整除的 这个就相当于体现了可减性加上可减性和可加性的一个混合 对吧 这两个相当于余数的可减性0减0 对吧 这个组跟这个组之间又是一个加号 这就体现了可加性 对吧 所以可减可加合到一起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 听了老师这个证明的这个可加性可减性可承性 这个证明过程知道了 这个结论知道了之后再去做这三道题 对吧 这是一个可承性 可加性可减性 可减性可减性可加性的混合 对吧 很简单 这个也不难理解 同学们下去把这三道题再仔细的做一遍 我给同学们再回归一下 这个同学们如果说证明过程 懒得再去证明 那你这个 这也不好记 这个也很好记 你看可加性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A除以C的余数是X B除以C的余数是Y 那A加B扩起来除以C的余数 就等于它俩余数相加 X加Y 好理解吧 那简呢 可减性呢 就是A除以C的余数是X B除以C的余数是Y 那A减B扩起来除以C的余数是X减Y 就是它俩相减 那可承性一样的 XA乘以B扩起来除以C的余数 就等于A单独除以C的余数X乘以 B单独除以C的余数Y X乘以Y 证明过程在这里 对吧 然后三道立体很清晰 对吧 同于问题 这几个就讲到这里 好 下一几个我们会讲这一个 中国剩余定理 剩余定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 然后呢 下几个要好好听 好好学啊 然后同学和家长们如果觉得这个老师课讲的好的话 帮帮老师点赞收藏一下 然后转发给其他的有需要的同学和家长啊 感谢大家一起共同提报共同进步 谢谢